好因应年度训起以及台风季的来临 寿风箱公所13号的下午呢 在平和国中老西旁边是进行了一年一度的防汛演习 那么寿风箱长刘耀宗希望借由每年防汛演习 来强化民众救灾进行应变的能力 寿风箱防汛防灾演练 13号下午在寿风箱平和国中老西提防旁登场 演习人员全程佩戴口罩 量体温加强防疫 而今年防汛演练特别针对了提防抢救 高危险区民众撤离与收容 紧急救难 封桥作业 淹水区域应变进行演练 场面逼真 寿风箱长刘耀宗感谢各单位参加一年一度防汛演练 希望借由防灾技术演练在灾害来临时将伤害降到最低 防汛演练的防污灾技术发挥我们各单位的功能 加强紧急应变措施能力以及处理的效率 因为灾害是无法预测的 也不是单一的类型 提醒大家随时做好防汐 与防灾的准备 今年防汐演练在各单位人员配合下 共同来进行演练 提升了紧急应变的能力 透过演练为全乡防灾体系建立了良好的机制 这一次演练也结合了社区学校 平和国中师生也参与演练活动 代表着受风箱防灾与防疫观念向下扎根 而防汛演练过程逼真 展现防汛抢险救灾的效率 也希望汛期来临时 乡亲都能做好准备工作 记得刘明胜收封箱采访报道